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新管系的老师黎根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知识平台,众筹,移动支付,以及人工智能 那首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张图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再来想一下现在我们身边的数字音乐 iTunes,包括看电影,我们会去电影院看 也可能在家里去看DVD 那现在大家可能更有可能通过这种腾讯视频 这种爱奇艺这种方式平台去看 那我们提到的这些和这张图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张图说的是公司生产第一个单元的产品 可能很贵 但是再往后会越来越便宜 让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在印刷了244年之后 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不再印刷了 那取而代之了呢,正是数字化的电子百科全书 那这种我们熟悉的数字化产品会衍生出来一种定价模式 那就是差异化定价 Versioning 大家可以把你对于差异化定价的理解打在屏幕上 它的本质是利用产品垂直化的一些细分 允许消费者去选择他们更喜欢的产品的样式 基于对消费者自己感知到的价值 也就是utility 它去定价的 而不是说原本按照这种传统的供给需求关系 这样决定的那种方式去定价的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感知到的utility都是不同的 所以是更加灵活的 今天正值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 大家可以把最近在读的书留在评论区 那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不及的精装版和平装版 我们都知道内容是一样的 但不一样的是包装的精美程度 有些喜欢收藏的同学 可能觉得自己很喜欢这本书 就会买精装版限量版放到自己的书房中 那对于可能有一些只是想了解书里内容是什么的 同学们来说 他们可能会选择平装版 这样就可以更加实惠的 用这种价钱去完成阅读 那基于这个概念 我们再来延伸一下 比如说同学们上课 对吧 老师会发课件 那如果同学们只是去阅读纸质版的课件 不去上课 那这个是一个选择 那如果同学们认真听讲 记笔记和同学们去讨论 去提问 我们可以得到老师更加全面的解释 对吧 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是基于课件 但是我们获得的东西却是不同 那最后就是免费增值模式 Framing 你可以免费想用一个版本 但如果你想获得更高级别的一个版本的话 比如说软件 对吧 那你就需要付钱了 那这种模式 线下有没有呢 它一定是有的 比如说超市里面是吃 你去吃一块饼干 超市的服务员给你一小块 你觉得好吃 但你如果想再吃的话 那你就需要付钱了 所以说消费者实际上是很难去拒绝的 对吧 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在这个环节中会出现 那其实呢 对于不同类型公司来讲呢 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产品 从不同维度的这种角度去出发 而去设计这种差异化定价这种模式 怎么说 比如说同学们上视频网站去开视频 那如果你是会员 你可能不用看广告 但如果你是非会员 你需要面对的将是60秒90秒的广告 所以说从消费者是否有时间 对时间方面有需求的角度 公司就可以识别出 哪些是购买会员的消费者 哪些是对广告比较厌烦的消费者 哪些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 他们可以等一等几十秒广告的这些消费者 那我们用的百度网盘 对吧 会员非会员是一个意思 会员下载速度会快一些 等待时间会少一些 百度可以从食言这个维度上去识别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 那管理学院的学生 我们可能会上一些课陆续需要使用到一些编程的软件 统计的软件 其实有些软件呢 我们的使用量需求量会比较大 有些呢 我们可能上完课之后就不咋使用了 那实际上软件公司 也会从软件提供的这种知识度的这个角度 包括运行速度这方面提供差异化的定价服务 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例子中感受到公司是在做着差异化定价这件事情的 他们将消费者群体基于不同的设计维度做着细分 那同学们还能联想到哪些差异化定价的例子呢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那大家下期再见